請各位練習一下 抓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呢 後面是 點那個什麼 HTM 你可以把它改點CSV 點CSV的話呢 那就是 抓這個網站 它就不會是一個網頁了 它就變成一個CSV檔 那看起來應該不是亂碼 因為我剛剛有把它直接開起來 直接開起來的話 它 沒有亂碼狀況 有沒有直接打開 它打開裡面沒有 所以 表示說呢 它應該就是950 所以你那個編碼方式 這個地方就不要改 那個什麼 65001 改65001反而是錯誤的 然後呢如果我這個地方 這個規則如果知道之後的話 那我如果想 抓取好了 比如說給各位個練習 假設我希望 幫我抓取什麼 抓取109年 眼睛不要太大 10月1號 10月1號到10月就今天 10月30號 但是 可能要避開禮拜六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沒開盤嗎 所以如果避開的話 那該怎麼 最好就是完成畫面 就是 可能在新增 在桌面上一個叫上跪股票行情 然後就自動幫我把這些資料 全部存檔在這裡的話 那要怎麼做 OK 這個應該 知道意思吧 只是說 不是叫你 人工作業 你說老師我知道 就是這樣 第一步 我就是把這個網址 先這樣 Ctrl C 然後到這邊 Ctrl V 那第一步就是把他改CSV 第二步的話呢 10月1號 那就 10月1號這邊 記得喔 應該是01吧 他規則好像一定要兩碼 OK 試一下Enter 有了 這個 一定 在資料中顯示看一下 這邊會顯示109年的 10月1號 打開看看 沒資料 10月1號是不是禮拜 禮拜 看看10月1號是不是假日 中秋節 所以沒有 裡面 那所以這應該都沒有 所以10月5號 假設我今天抓10月5號 規則一樣嘛 所以就是 把這邊改一下 10月5號 這邊 這個應該有了 10月5號 這個OK 不過最好是這個資料 最好 看能不能再另存成 Excel檔 不過暫時先 不管 那如果說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如果下載之後 然後我希望怎麼樣 乾脆順便幫我存檔 那存檔 的檔名呢 乾脆就不要前面這什麼 RST 或者是 類似這樣 你就把它另存 另存的話呢 因為目前我沒有講到 不過其實也非常的 好寫 他叫 ActiveWalkbook 10月5號開始 一直到10月30號 那最好可以避開6日 如果禮拜六禮拜天可以避開 然後幫我存檔 也許直接什麼 儲存一個檔案 就直接存在那個 我們的桌面上面 叫做上櫃股票行情吧 你可以 自己這邊 手動在桌面上 先新增一個 資料夾 叫什麼 上櫃股票行情 然後把資料全部存進去 檔名的話 我們假設有個 規則 前面的東西就不要了 那一天日期 而且是年 年的話是 民國年 月日的話是兩碼 點11SB 那就自動幫我儲存在這個儲存格林 這個資料夾裡面 的方法 OK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做比較簡單 再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